一刻钟的时辰,抬着杨金水的轿子就到了私里兼职房的园内 干爹 人还在门口呢,杨金水就一声贴心贴肺的呼喊 迈进职房门直奔到坐在那儿的旅方面前 跪在地上,端端正正的磕了三个响头 起来吧 旅方的声音很平和 杨金水爬起来 从杨金水身旁的茶几上双手捧起那个茶碗送过去 两眼中露出的那种探寻,如同在等候审判 旅方静静地坐着 其实过了也不久 但杨金水端茶碗的手已经开始有些微微发抖了 你喝了 旅方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这句话落在杨金水的耳朵里,却如同轮音一般 外人太监进京见旅方,通常都是在敬献这一碗茶时就能知道自己的恩宠 茶递过去旅方若是不接,这就是等着发落了 是贬是官是杀,全在旅方接下来的话里 茶递过去旅方若接过去喝了,那就是平安大吉 接着回去当差就是 要是旅方赏净茶的人喝下自己剩下的这碗茶 那就是当亲儿子看待的 因此杨金水听旅方叫自己喝了这茶 两眼立刻闪出光来 截盖碗时手就止不住地颤抖 神情十分激动 一口把茶喝了 喝完茶 杨金水挨着旅方腿边慢慢蹲下 有情有重地垂了起来 那张脸无限依恋地望着旅方 干爹,四年了,你又见老了 说到这儿,他还真的哭了起来 吕方轻叹了一声 过一天是一天吧 去洗八脸,换身衣裳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皇上 杨金水吓得身子一颤 现在就见皇上 旅方说道 你什么都没瞒我 我自然什么都不会瞒皇上 毁滴烟田的事皇上都知道了 你去 再把详情细细地向他老人家说一遍 杨金水还是有些六神无主 那儿子这回的罪过 你也是为了功力好 难得的是你不隐瞒 这便是最大的钟 一两个县嘛 皇上心里揣的是九州万方 干爹 儿子 什么也别说了 准备见皇上吧 说是去见皇上 其实是见不着的 杨金水只能跪在大殿和京舍间内到沙漫外 也许是因为洗了脸换了衣 更是因为心里有了底 跪在那儿就显得端正而宿定 里面传来了家境的问话声 严世凡那封信 你亲眼看见了 回主子 奴才亲眼看见了 信是写给郑碧昌和冒财的 叫他们干脆把田给淹了 改道为丧也就成了 马宁远的那份贡装 你亲眼见了吗 回主子 胡宗宪当时叫奴才和郑碧昌和冒财看 奴才和他们两人都没看 你觉得 胡宗宪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家境的这句问话声音明显高了一些 杨金水一领 不禁看向站在旁边的吕方 吕方说道 有什么就答什么 是 回主子 奴才觉得胡宗宪这样做 至少有三个心思 那三个心思 回主子 第一 胡宗宪肩肩上的担子重 窝寇闹得厉害 他害怕百姓失了土地 再一闹事 内忧加上外患 那个时候他担不起罪过 第二 玉王府那个谭伦在他身边 他应该也受了些影响 第三 他对阎阁老感情还是深的 但对小阁老做的事 总是不以为然 吕方 家境这时在里面喊了一声 吕方 吕方赶紧掀开刹曼走了进去 杨金水的头还低着 但两只耳朵却竖了起来 里面又传来了家境的声音 你用的这个杨金水还是得力的 明里不要赏它 按理给它讲点什么吧 是 杨金水那张脸虽然低着 但那份激动光看背影也能看得出来 通知阎松 叫他明天就带胡宗献进宫 还有 叫玉王一起来 家境的声音不高不低地在大殿里盘旋着 大轿还有亲兵马队 在里盐松府大门还有三十余帐开外就停下了 胡宗献掀开轿连走了出来 也就是须时出 天也才将黑 胡宗献连晚饭也没吃 在贤粮池换了一身便服就来到了这儿 下轿以后 他站住了 远远地看着那座自己曾经多次来过的府地 府门狼眼下那四盏大红灯笼上 盐府两个盐体大字依然如故 世事沧桑 二十年前刚中进士时 盐松在这儿召见自己的情形恍如昨日 可这一次 前面也就不到三十丈的路程 他却觉得是那样的遥远 他决定一个人徒步走完这段路 即将分治他来的责难和难以逆料的谋局 也需要他完成最后的心理准备 你们就在这里候着 说完 他从亲兵队长手里接过一个四方的包袱 一个人向大门走去 要 是胡大人 门口站着的门房显然也是故人 见到胡宗仙这一生里就能见出久违的亲切 但这种亲切中这一次又明显透真陌生 胡宗仙当然能感觉到他目光中那种既有久违又有审视的审色 带着笑问 葛老还好吧 啊 还好 烦请带我去拜见老人家吧 那门房沉吟了好一阵才说 真不好跟胡大人说这句话 下午葛老就有吩咐 胡大人是皇上召来的 他不宜先见你 胡宗仙一愣 一路上 到严府后种种尴尬和难堪的局面 他都想象过了 但严嵩竟然不见他 这却实在出人意料 他心里突然涌出一种难言的酸楚 沉默了好一阵子 深深地望着那门房说道 烦请你去禀告葛老 于公于私 我都应该先见他老人家 那门房又犹豫了一下 才勉强说道 那胡大人就先在这儿等等吧 其实胡宗仙已经不知道这两年来严府格局的变化 由于年老历衰 严嵩已经失去当年那种左右一切局面的经历 在内阁 实际全市都已经被严实凡取代 何况家里 和府上下 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 实际上都得听严实凡的安排 然后才敢去干 不让胡宗仙进府本就是严实凡的吩咐 那门房这时当然得到严实凡这儿来回话 他犹犹豫豫的来到书房门口 轻声喊了一下 小哥老 严实凡正在屋子中间来回走着 一边口述 严冒卿则坐在书案前 飞快地记录他说的话 严实凡只是白了一眼 站在门口的门房 继续口述道 臣既不能上体胜忧 又不能下俗民困 臣之罪亦不可以昏溃明知 误国无明 岂何看封疆之人 唐蒙圣恩准臣隔去浙治总督 及浙江巡抚之职 则臣不胜感激涕领之志 臣胡宗仙叩首再败 说完这一句 他才看向那门房说 是不是胡宗仙来了 哎 回小哥老的话 是胡宗仙来了 我教你的那些话 你没跟他说 小人说了 他说叫我禀报葛老 于公于私 他都应该先来看葛老 岩世凡拿起燕茂清记录的辞呈一边看 一边对门房说 去告诉他 就说葛老说 这里是私底 要谈公事明天可以到朝堂上谈 内阁也可以派人到贤良祠跟他谈 要是谈私事 阎府跟他胡宗仙无私可言 那个门房有些愁愁地说道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伤他 伤你妈的头 严世凡近乎咆哮地抓起书案上的燕池就向门口砸去 那门房吓得连忙一躲 小人这就去说 说完赶紧往外边跑去 他这一杂弄得正在写字的燕茂清没了墨汁 幸好平时就经惯了这样的事 不惊慌也不尴尬 喃喃地说 得重新磨磨了 叫人来磨不就得了 这也要问 严世凡说着就走了出去 那门房虽然躲得快 没被严世凡的燕池砸着 但也吓得心里碰碰直跳 赶紧回来按原来的说法回了胡宗仙的话 胡宗仙愣愣地站在那 眼中浮现得满是伤感 那门房也有些心中不忍 轻轻说道 反正明天阁老会和胡大人一起去见皇上 有什么心里话 明天见了面也可以说 胡宗仙愣闷闷地看着他 多诚好意 方便的话 就请再禀报阁老一声 有些话等到明天再说 恐怕就晚了 好 我一定禀告 告辞了 说完这句话 胡宗仙大步地走出门房 这边严世凡挡了胡宗仙的架 那边一向笃定守静的严松 今天晚上却显然有些心神不属 他躺在书房中间的那把躺椅上 平时听读时闭着的那两只眼睛 这时仍然睁着 看着屋顶上的横梁 像是在听耳旁的读书声 又像是在出神地想着什么 罗龙文坐在他身旁一盏核杆灯笼下 正在读着《道德经》第五十八章 其正闷闷 其民淳淳 其正茶茶 其民缺缺 或兮福所以 福兮祸所福 疏至其极 其无正邪 正负为其 善负为妖 人之谜也 其日故久 听到这里 严嵩抬了抬手 罗龙文就停下了 严嵩眼睛仍然看着屋顶说 你说 皇上说这段话 是不是在哪儿听到了毁滴烟田的风声 罗龙文一愣 接着答道 应该不知道 浙江各级衙门都是我们的人 制造局士博司那边都是吕公公的人 他们自己做的事 自己肯定不敢露出半点风声 别的人不知道内情 又没有证据 谁也不敢闻风传事 那 皇上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 皇上要是起疑 也一定是从胡宗县那条线捅上去的 一声惹叫 严世凡大步地跨了进来 胡宗县是跟那个谭伦 从淳安回杭州后抓的马宁远 马宁远这份贡状 谭伦不准就知道了 他知道了也就会告诉豫王 如果皇上真听到什么风声 就是这条线来的 严松摇了摇头说 不会 胡如真平生谨慎 就是神马宁远 也不会让第二个人在场 更不会把贡状给谭伦看 严世凡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 你老还这么相信他 不管怎么说 胡如真是我一手带着他走过来的 他的为人 我比你们清楚 再说 皇上真是从豫王那儿知道了这事 高拱 张居正 还有那个徐杰 他们不会不知道 也不会没有动作 说到这儿 他就把这扶手要坐起来 罗隆文脸忙 颤着他坐了起来 严松的目光 看向了门外 一切 等胡如真来了以后 我一问 也就明白了 他这个时候也该到了 去问问门房 他来了没有 他一到 立刻领他来见我 严世凡说道 我刚问的门房 没来 爹 事情都昭然若揭了 你老 就不要再心存救念好不好 胡宗县不会来了 严松又沉默了一会儿 接着肯定地说 他一定会来 徐王府里 高拱坐在这儿 张居正也坐在这儿 只有徐杰没来 徐王这是显然也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里 一个人在屋子中间来回的躲着 高拱说道 这个时候只能以静观变 皇上公然点名叫谭伦一起进京 谁已经把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在王爷见皇上以前 不能见谭伦 郑居正立刻反对 不见正世人以心虚 谭伦本是王爷府的詹事 进了经没有不见的道理 再说王爷是朝野皆知的皇储 出了这么大的事 关心国事才是应有的态度 高拱说 关心也不在今天晚上 今晚见了谭伦 明天皇上问起说了些什么 王爷如何回答呀 李飞的声音在卧室和那道门里传出来 该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 高拱和张居正一愣 都站了起来 豫王爷站住了 却仰了仰手 示意高拱张居正坐下 李飞在里面接着说道 张居正说的是正论 王爷 今天晚上应该见谭伦 最好让冯宝去叫他来 最好让冯宝去叫他来 点了点头 冯宝将谭伦领来之后正准备退出去 豫王把他叫住了 站着 冯宝立刻弯腰站在那 豫王说 今天晚上放你的架 你回宫一趟吧 主子 奴才回宫干什么 去告诉吕公公 就说今晚我招见谈伦了 主子 主子 奴才怎敢做这样的事 怎样的事 天家无私事 我是皇上的亲生儿子 我的事就是大明的事 叫你去你就去 听到没有 奴才遵旨 冯宝这才爬起来 满脸恶然的退了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